這是2包阿伯肉醬麵,乳肉拌麵 我們會開箱,也會試吃給大家看 然後它是采用傳統工法製成的 我們等一下會開箱 然後也會試吃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剪開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手打麵 裡面有5包麵跟5包的乳肉包 刀削麵一樣 也是五包麵跟五包的滷肉糕 然後刀削麵跟手打麵長的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刀削麵的部分的話就是有那種蕾絲的花邊 這個就是刀削麵 然後很簡單的這樣子就是手打麵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煮補手打麵的肉香味 然後跟這一個刀削麵的辣味 然後來試試 好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 開煮吧 就是剛剛煮好的肉拌麵 這個是辣味的 這個是肉香味 那其實肉塊還蠻明顯的 然後每一塊肉其實都還可以有瘦有肥 然後這個是辣味 然後可以看到是有那個辣椒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攪拌 其實這蠻香的啦 一打開那個滷肉的醬包 整個就是空間都是這個滷肉包的味道 那我們先吃沒有辣 我覺得它的口味偏甜 然後它的那個肉其實還蠻紮實的 是吃得到肉的紮實感 那我們現在換吃辣 因為我不太能吃辣 所以它這個辣的鏡頭對我來講是有點高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肉跟那個剛剛肉香味的那個調配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辣味 所以它的甜度被辣椒給蓋過了 所以會比較沒有那麼甜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是說 如果你喜歡吃比較鹹口味的話 辣味或者是一個選擇 如果你喜歡吃偏甜味的話 肉香味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就繼續吃下去 那我們直接開箱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在開箱的箱子裡面 找到的紅菜脯的醬鮮包 然後可以搭配著麵 做好的麵一起吃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囉 我們加一點點來試試看 吃一口吧 這菜脯的口感怎麼樣 稍微說一下 蠻脆的 有個特殊的香氣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